歡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數學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音式分解可以用來解方程式 我們在最後面看了這一題 x平方加10x加24 你想說,好難 這個要怎麼找 怎麼會知道它的音式分解怎麼猜 所以在這裡提供一個十字交乘法 十字交乘法的基礎其實我們上一集已經介紹到了 就是說一個x平方加bx加c等於0 如果你可以拆解乘x加甲乘x加以的話 那麼你會得到這個甲加以是b 甲加以等於b 甲乘以等於c 這樣子 那所謂十字交乘法 大家在筆記本上面 如果你有抄筆記的話 我都忘了提起大家要抄筆記 那自己要記得抄 如果你有抄筆記的話 在筆記本上面標題寫這樣子 就是說十字交乘法其實是音式分解裡面的一個輔助的技巧 而音式分解是用來解方程式的一個方法 所以在這裡用這個十字交乘法來教大家如何比較快速一點點的去分析這件事情 其實也沒有太快速啦 就是說沒有因為這樣子就哇神速 那我們就是說到說 既然甲跟以乘起來會是c 那合起來會是b 那這樣子會是多少呢 十字交乘法只是提供一個劣勢的方式 既然甲跟以乘起來會是24 所以幾乘幾是24 來寫一下 比如說1乘24是24 那到時候這個乘這一個 這個乘這一個 你就會得到24x 加x 25x 那有沒有跟他一樣 沒有 不合了 再換下一個 比如說這個2和12 那要注意喔 我們也可以用負的喔 負2和負12 這樣子 那負2和負12這個乘起來是負12x 這個乘起來是負2x 有沒有 負14x 有沒有跟他一樣 沒有 再來 再換 再換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用不用十字交乘 寫不寫出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題目裡面 沒什麼價值 浪費我的時間 為什麼 我直接去想嘛 我直接抓數字嘛 1跟24有沒有 沒有 2跟12 合起來14 沒有 這個3跟8 合起來 有 這樣就好了 我幹嘛 我幹嘛一定要寫這個XX出來呢 很多時候就是老師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定要學生寫 然後學生養成人 他一定要寫這個 他才要算 其實沒有道理啊 就是 心算一下很難嘛 那為什麼會教十字交乘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 十字交乘法 他可以用來比較快一點的判斷這個 X平方向係數如果不是1的時候 會怎麼樣 比如說如果是 2X啊 比如說這個 2X平方加7X加6等於0 那他這邊這個2X平方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2跟1 然後這個 6出來可以是1和6 1跟6的話就13不對 如果倒過來 因為他現在這裡這兩個不一樣嘛 所以你倒過來就有差 1跟6不對 13 6跟1呢 這樣是8也不對 那如果是 這個2跟3呢 3 2 6 2 然後6加2 8也不對 那如果是翻過來的3跟2呢 3加4 7 這個就對了 那我是懶得寫 要不然其實應該要寫4次 4個XX 這樣一個 然後剛才2123 2123 一個這樣 那還會有老師要求你這個X要寫 這樣子 我們這邊不看 擋住 那這個就他的十字交乘 就是2X 增3 1X 增2 所以乘起來就3X加4X等於7X 那發現2 那所以這個就是他猜疊出來 他是2X加3 X加2 這樣 啊不過我必須說第一個就是說 這樣子的題目老師們也不愛出啊 因為就是 有可能會出現 就是但是數字不會太複雜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做久其實你還是會 這樣你不寫這個XX心算也還是可以蠻快的啦 不過就是說有這個XX他有一個好處我們剛剛講到就是當他 XX平方向是2的時候 因為你這樣調換有差嘛 所以你在寫出XX的時候可能會幫助思考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有一個是三次的 就是十字交乘交兩次 他是2次乘2次的 乘出來會有4次 乘出來會有4次 這樣子這個兩次十字交乘法也是可以用 只是我們不交 國中不交 高中好像也沒在交 以前有 現在我不知道 這樣沒有 那所以這個就是十字交乘法 那其實我們主要要會的還是這件事情 兩個乘起來是他 加起來是他 那麼關於這一點來 練習一下 上次的作業 求解出下列各式 所以兩個數字乘起來是4加起來是5 那麼這個是X- 我們這個位裝以下十字交乘法 乘起來是4加起來是5 就是1跟4 1跟4 這樣子 所以這個 X加4X 就是這個乘起來是X 這個乘起來是4X 等於5X 就有符合他的條件 所以就是X 平方加5X加4就會等於 X加1 X加4 等於0 這樣子 做這個就好了 下面有的 我們就不寫這個叉叉 這個乘起來是6加起來是5 所以這個是X加2 X加3 乘起來是10加起來是11 這個是X-1 X-11 我寫很快 寫錯 -10 -1和-10 乘起來是-6 加起來是-1 這個就有點難 我們從剛才到現在 其實不是有點難 是我們還沒講 這不難 我們從剛才到現在練習的都是正的 但是這裡就有負 那這個就是十字交乘法的另外一個用途 如果你還不熟 如果你做很熟 但你也不一定要寫那個XX 那如果你還不熟的話 十字交乘法在這個時候提供一個用途 我們剛剛說他提供第一個用途就是 這個X平方向係數可能不是1嗎 那他的另外一個用途就是 因為這裡有負號 這裡有負號的話 要負正 正負才會得負 負正或正負才會得負 所以到時候你這邊一個是加一個是- 那換句話說 你這個6拆成比如說1和6 到底是加1-6還是加6-1就會有X 所以這個時候寫出這個XX會比較好思考 比較好思考 那這一題呢 其實呢 嚴格說起來寫不一定一定要寫 那就是說 6是兩個數字乘起來的 這兩個數字一正一負 而且合起來是-X 既然他們兩個一正一負的話 代表他們兩個所謂合起來其實是對減 就是說那個數字的部分是對減 比如說他假如是1和-6 那1加-6是-5 反而是負的6-1 類似這樣 就是他的那個數字部分是消的 那兩個數字部分相消會消成1 所以這兩個數字應該是3和2 3和2合起來是-1 代表負的其實比較大 -3正2 這個我們下一集會用比較有系統性的跟大家整理 這樣子的分法 在這裡只是說說而已 那 這樣打一個叉叉 所以他就是X加2 X-3 剛才這個要求解開 所以我們把答案寫一寫 X加1加4等於0 X等於-1或-4 X加2加3等於0 X等於-2或-3 X加2等於0 X加2等於0 X加2等於0的時候X等於-2 X加3等於0的時候X等於3 這個還不熟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寫這個x加2等於0 or x減3等於0 那前面這個推起來x等於負2 後面這個推起來x等於3 不熟的話就多寫一點 熟的話就不用寫那麼多 來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 x平方加x減6 那兩個數字乘起來是負6 一樣是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合起來 結果這個數字的部分只剩下1而已 也就是這兩個數字相消是1 所以還是2跟3 2跟3合起來是正1 所以是x加3和x減2 對不對 乘來看看 x平方加3x減2的x 是不是剩一個x減6 再來看這個 這裡注意他括號x加3的平方加5被括號x加3加4 也就是希望你把括號x加3當成一個東西 a 它是a平方加5a加4 那這樣解出來呢 這個 等於0 這樣解出來呢 a加4 a加1 等於0 a a等於-4 或者是-1 那a等於-4或-1 也就是x減3 x加3等於-4 或 等於-1 那所以x就等於-7 或-4 這是答案 對嗎 然後下面這一題 我們剛剛上面這題去分析它的時候我們設了a 下面這題我們就試著不設這個a 不設這個a的話呢 直接來用括號 我們心裡有a但是不寫a 這個 a平方乘以4次 然後加上5個這個加1 那你會發現它的 我的現在這個平方這裡有4怎麼辦 其實還好啦 因為 你會發現係數跟上面這題一樣 所以還好 它暗示你了 暗示你了 就是說 如果你拆a的話到時候還是這裡是1跟4 1跟4 所以它是1加上一個a 還有一個 1加上4個a 這兩個成在一起的 你如果還不熟的話按一下暫停 來把它自己設一下a 設一下a 那這樣子去想 那這樣子去想 然後我剛剛講了 它其實這個係數跟上面一樣 所以雖然說它的 平方 a平方這裡有4次 所以 有係數4齁 其實還好啦 不難拆開啦 可以嗎 所以這樣子這個等於0 換句話說 x-1加1 等於0 就沒有了 然後 就只有一個x 然後4x-4加1 所以是4x-3 所以x等於0 或者是4分之3 4x-3 等於0的話 x等於4分之3 有這麼一個說法 可以把它抄在筆記本上 以這一題 你們不妨就把這一題抄起來 其實我們講過的題目 都很值得抄在筆記本上 那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這個4x-3 做出來等於0吧 也就是ax-b 做出來等於0的時候 那麼這個x就讓它是 a分之b 那如果我們寫成 ax加b等於0 那其實這個x就是a分之-b 對不對 這個等於0 b-過去再把a除下來 所以4x-3等於0 x就是4分之3 再來看這個 有兩個數字乘起來是100 合起來是99 99的話 那因為這兩個數字是一正一負的 所以他們合起來的時候是會相消 消完了還有99 哇哦 那所以其實不能想像它是什麼 100跟1 對不對 100跟1誰是正的 100是正的 因為最後是正99 所以是x加100 x-1 正1或伏100 可以嗎 嗯 那有的時候學生在計算這樣 實質教程的問題的時候會因為 一開始不夠流暢所以會出心錯 錯在哪裡呢 錯在它猜出來這個 這兩個值 一個是正100一個是負1的時候它就去答答案是正100 就會負1 不對 其實答案會剛好差一個負號 可以嗎 是正1和負100 那麼 這裡有幾題 大家來練習看看 今天跟大家閒聊這個有關王命之徒的事情 其實主要不是要聊王命之徒啦 但是先介紹這個詞 我們在電視上都會看到王命之徒 王命天涯 什麼叫做王命 要逃亡了 要沒命了 要死掉了 這個有今天沒明天 所以叫王命 其實不是 就是這個王命這個詞 一開始不是這樣子用的 這個王呢 在古代發音是發無 它的意思就是無 動詞就是不要 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了 那 這個命呢 這個命呢 其實是戶籍 所以王命之徒就是沒有戶籍的人 為什麼會沒有戶籍 當然我們可以說因為流浪 那 以前呢就是說為什麼會沒有戶籍 其實是拋下 不要 我剛說他是動詞 不要戶籍的人 那他為什麼不要戶籍 就欠錢跑路 在古代這個戶籍是跟在田 因為古時候大部分人都種田 所以他為什麼不要戶籍 就是他拋下他的田 跑掉了 那很多時候是因為這個田養不活他 田種出來的東西太少 田種出來的東西太少 有很多原因 有的時候是這個 農作物技術不好 或者是遇到小兵和起 就是 氣候環境變差 有的時候是什麼呢 這個政府的 那個稅田富太重 稅 沒有叫富 政府的稅太重 稅富太重 或者是這個搖曳 然後 搖曳 搖曳是什麼呢 就是說 稅富是你要繳給政府的錢 那搖曳是 就像伏兵役這樣子 就是說政府有一些事情要做 他直接叫你去做 那古時候的 就是政府會跟民眾抽稅 那有的時候稅抽得太重 再加上耕種基數不是那麼好 再加上可能遇到荒年 有蝗蟲 有水災 有那個 黃河氾濫 然後 旱災 或者是我剛剛講 那個 遇到冰和起 氣候變差 變太冷 之類的 那於是變成說 我有田 種出來 沒什麼東西 種不出東西來 結果種不出東西來 還因為我有田 政府要跟我抽稅 那反而我不如沒有田算 對不對 那不如沒有田 可是又不能就是餓肚子啊 所以這些人 亡命之後呢 並不是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想像跑路這樣 就是到處去躲 或者是說 爬上那個 上梁山當土匪 不是去當 不一定是當土匪 他們很多人 拋下戶籍之後 去做什麼呢 去當人家的長工 去當工人 工人是沒有戶籍的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蠻可憐的 就是 你沒有辦法留下自己的東西 然後 你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存在 你就是一個普通的工人 去當工人 那 那你原本的土地怎麼辦 當然有可能是怎麼樣 就算了不要了 丟在那裡 要的人自己去撿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呢 還有一種人 他是 他負擔不了這個 他負擔不了這個田賦 負擔不了這個稅 所以他就乾脆把他的錢送給有錢人 就是說 不然這樣子 我還是在這裡種 那田算你的 這樣子稅你繳 然後我種 那我種出來一部分給你 那你可能想說 那這樣子 為什麼那些有錢人願意去繳這個稅呢 就是因為有的時候那些有錢人 他們是不需要繳稅的 通常不是因為他有錢 通常是因為他是這個官 當官的人 古時候中國一直有一種制度 就是只要你家裡有人在當官 你就不用繳稅 從漢朝開始就有 就是這個是對世人 對讀書人的優待 只要你有在當官 或者說你有進太學 不一定看時代 只要你是念書人 只要你是讀書人 你就不用繳稅 你就不用繳稅 那或者是退休的人 那這種人就是他又有錢 又有知識 又有曾經有過權利 他們就會被稱為是鄉生 那一般的人 一般的種田的人 他可能在面臨到田復 搖曳和天災的時候 他會選擇把他的田 賣給鄉生 自己去當鄉生 當鄉生種田的人 自己去當店農 拋棄他的戶籍變成長公 那這樣子的情形 慢慢久了之後呢 因為那些鄉生他不用繳稅 有一些是鄉生 還有一種人也在中國歷史上 也常常不用繳稅 就是寺廟 因為鄉生 就是我剛講 在家族裡面有人在朝廷當官 或者是寺廟 因為他們不用繳稅 所以久而久之呢 他們家周圍的田 就會全部都變他們的 因為那些要繳稅的人 就會想說我與其種出來繳稅 我不如把田給你 我幫你種 那你有給我飯吃 有溫飽就好 或者說我也繳你一點嘛 就繳得比稅少 我們各蒙其力 所以久了之後 這些田就會全部集中到鄉生 跟這個寺廟的手上 這就叫做土地兼兵 我們現在常常會聽到這個詞 大財團到處買地 那一般人都沒有 都買不到地 不過我們一般人買不到地 我們是買不到 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是受不了了 乾脆把錢 就是拿去給鄉生買 自願的拿去給鄉生買 那這個土地兼兵的問題 在漢代就非常嚴重 整個西漢和東漢都非常嚴重 那我們之前 前一集還前兩集 提到這個王莽 他鑽汉的時候 我說他看到了很多當時的問題 他的確想要改革 當時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地兼兵的問題 那他提出了一個改革 他認為不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種田的人 辛苦的人都沒有田 然後你們這一些 有人在家裡面 家裡面有人在當官的 或者是他們那個時候 沒有對寺廟有這個 減輕這個田稅 大部分都是鄉生 你們這些讀書人 這些有錢人 卻反而不用繳稅 然後錢就是越來越多 所以他那個時候提出一個方式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這個 十分前衛的想法 你以現在的角度來說也不能說他錯 就是這個 土地 他規定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 簡單來說就是共產 共產國家 從今天開始 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 你們這些有錢人 的土地全部都是政府的 然後政府再把土地分給那些要種田的人 看一個人種多少就分他 我們之前有講到 王阪他並不是自己一個人 莫名其妙想到這件事情的 他想這一些改革政策 其實都跟以前他上古 他很喜歡周朝 這個都跟周朝有關 其實周朝他們有在分析 一個世人要活多久 要有多大塊的田才會活下來 孟子還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去分析這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世人階級 一個世代夫階級 或者說一個讀書人 他要有多大塊的田 要有多少是拿來種米 多少拿來種桑樹 這樣子的話他可以自己自主 所以往往就想像說 那如果我把全中國的土地全部收歸公有 然後再分 看你們一個人要多少 分給你們 這樣是不是就很好 很理想 但事實上是 人家為什麼要 而且 自然而然民眾就會去交易 那有的人拿到土地 他也不見得中 而且事實上就是 當時因為土地兼併得很嚴重 所以其實很多有錢人 鄉生階級 他自己還有小軍隊 因為他這個工人收集太多了 所以就乾脆把工人組織成軍隊 抵抗政府 就抵抗他 跟他抵抗 然後而且他們是讀書人 所以他們就會在讀書人之間 去散播這種新政策的壞話 所以他這個政策推出來 其實在當時是 支持的人不太多 至少在留下文獻裡面沒看到 那沒過多久 他就被推翻掉了 很可惜 來 那我們剛剛說這個 剛剛那幾題 大家想一想 我們下一集再來介紹 尤其下一集介紹完十字教程之後呢 利用這幾題來練習練習十字教程 好 這個 接著今天的作業 我們下一集會介紹這個 十字教程法要怎麼樣去剖析會特別的快 那其實 裡面的一點點的訣竅 我這一集已經講到過了 如果我在講的時候 你有聽懂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做 那要不然的話呢 我們就在下一集 再來帶大家一起練習 好 這集上到這裡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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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